在上一期中 我们的Hero帅坤 经历了快递圈的地盘争夺战 通过自己的真诚 换来了客户的信任 最终赶走了无良快递 并且成功被抢走了工作 百无聊赖的他 决心在艺术殿堂中 寻找心灵的慰藉 也许是因为这个物欲很牛的社会 无法承受我洁白圣洁的灵魂 不断失败中 我终于明白了 我身来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青年 我决心不再掩饰我文艺青年的本质 儿子 你既然人爱艺术 你一定要成功 妈 怎么样才能算成功呢 儿子 你看这个新玩儿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 昨天在开线举行 男生全国 哎呀妈 这些比赛都是内定的 扩展者将获得五万元奖金 哇 儿子 你一定要去参赛 妈 我们家拿钱来做什么呀 儿子 其实妈得了重病 需要再五万块钱 妈 你刚才都好好的 你得什么重病啊 我怀孕呢 妈 你会不会撒谎啊 谁怀孕要花五万块钱啊 不错啊 写的一书好质 丁丁丁丁 是 帅魂 是啊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都长这么大了 儿子 什么 我是你爸 你说 这么多年 你到底去哪儿啊 爸爸 我刚才是准备说 我是你爸爸 土地 啊 那你干嘛叫我儿子啊 因为你没出生的时候 我就是你做干儿子了 叔叔 我说你直接说事好吗 这是你爹 当年用过的相机 我按他的吩咐 传给你 而且我还要将我 皮身手换的摄影功力 传染给你 难怪 我从小就一直上上自拍偷拍 原来我是天赋一饼啊 叔叔 我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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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确实你以前 你先学学更如何蛇彩的美 这是什么颜色 红色 这个呢 蓝色 这个 红色 你是不是最喜欢这个颜色 你跟你爸爸喜欢的颜色 就一个样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这个再重点 嗯 好好好 继续保持 师傅 我这种花了一百多个鸡蛋了 我们什么时候学摄影了 摄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你基础没打好 是肯定学不好的 少年 你急功近地 我知道 你就想急着换人体 我的都是现成的 我又不会跑了 哈哈哈哈 笑什么 哎 现在的年轻人 根本不懂真正的理由 丑哥上吧 我们社团正缺一个摄影 你愿意投身到我们绝美 Cospline 艺术圈吗 你们这也叫艺术圈吗 还Cospline 哼 这都是哥哥几周前玩剩下的 我是个专业教育大师 不要拿你们这种不用人的名堂 来电舞艺术了 哎 好 来 给哥哥一个柔美的表情 哎 好 笑一个 不错 哎 对 哎 舒服 舒服 哎 妹妹不错 回头啊 哥哥给你撕拍一组 一定红 啊 好啊 约约约 好啊 来 留个电话 好好 回头打电话 哈 哈哈 遥 哥哥哥 你也是用的传统胶片相机啊 是啊 这个相机是我爸爸留过我的 他告诉我 是艺术让人失忆的七夕再在片大地上 所以我也想学摄影考艺术 可是我师父曾经让我学色彩 花鸡蛋 哥们儿 你被骗哪 不会吧 这些所谓的艺术圈的老东西 它只会给你讲什么基础 基本功 你看我不讲什么基本功 不是一样的 敞承在艺术的花海 可是我觉得我师父 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呀 他说摄影就是要掌控画面感 构图要剪接 光圈要收得有艺术性 你要记住 你要做的是一个艺术家 不是江人 不要老想什么基本功 多提高自己的想法 快去拍点有人文的 有想法的照片 嗯 好的 哇 好美啊 妹妹 我是摄影师 你可以做我的模特吗 马上就好 大哥 没人告诉你 你这套把妹的套路太low了吗 妹妹会上当吗 没有啊 哦 好美啊 这个 哎 老师 请问你能帮我拍一张照片 我先把我的灵魂 托连在这片美意的景色当中 哼 好有诗意呀 好的好的好的 呃 呃 不好意思啊 你这种老式的相机我不会用 哼 这个很正常啊 这个是我们这种老的艺术家才能驾驭 来 我教你一下啊 你看 这个叫镜头 他的英文发音叫做 金头 我去 还可以这样 这个 这个叫快门 你知道怎么发音吗 快门 我知道 快门 我去 还真是啊 啊 对 你知道 这个传统相机这么复杂 他拍完之后马上看不到 还需要回去洗呢 之后才能看到 这么复杂我还要用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每一个摄影艺术家的圣经 这个相机还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他告诉我 是艺术让人失忆的 栖在这个地球上 好有诗意啊 哎 你能教我摄影吗 你收费高不高啊 别跟我提前 嘘 这样 今天晚上我们找一个酒吧 我口把手都教你 嗯 这不是赤裸裸的把眉吗 太恶劣了 妹妹 你别上当 他才是想把眉呢 我以为你真的懂艺术 没想到你就是个 披着高牙外衣的青少 你们这些人啊 就是玷污艺术 你再说一遍 玷污艺术 你知道人家送我外号叫什么吗 人体胶片发烧国王的狼 是蛇狼吧 是啊 哎 那什么 这件事情也是因我而起的 要不然 你们比试一下 谁赢了我就相信谁 比就比 我们就拍威威 好啊 来 威威 看我这 威威 看我这 看我这 我看我这 来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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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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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那拍完了我们公布比赛结果吧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你们是胶片相机了 呃 那我们三天之后看结果 呃 好 好 来 葳葳 你看 这是我给你拍的照片 太好了 没想到这个照片 都能够拍出美颜相机的效果 是啊 你看 我给你避掉了很多瑕疵 你看 鼻毛没有了 叶毛没有了 外质都没有了 是真的呀 真的都没有了 摔坤 我看一下你的 我 昨天我拍照的时候 兰哥一直在干扰我 我的片子全是虚焦的 我是书弟呢 我还是自己走吧 慢着 这夭壮的虚焦镜头 便消失几十年的 你和虚焦大魔王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爸爸 我不信 是真的 你看他这个相机 就是跟着虚焦大魔王 是谁 你还要承诺几十年的 那个莱卡相机啊 我真是有眼无助 我认输 都死 摔坤 我想跟你学摄影 薇薇 还是算了 我连个像样的胶片相机 都没有 看来啊 我跟摄影师无缘了 别 有梦想 就不应该放弃 嗯 相机我可以 借给你 谢谢 山葵 你跑到哪儿去了 快 回去接种 画鸡蛋 叔叔 我真的继承了我爸 虚焦大魔王的天赋啊 我刚才站是了 人体胶片发烧国望之狼 还带领一个女孩 走上了摄影的道路 你的相机呢 我借给那个女孩子了呀 是不是这两个人 是啊 哎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说九大师弟的话 你们不相信 说急功近利的 你们就正行以为真啊 这两个人 在摄影圈 是除了名的 此雄大骗子 他们就是为了 骗你的来卡相机 嗯 现在这个来卡相机 在二手市场上 可以买五六万了 都说自己喜欢玩艺术 其实有几个人 触摸到真正的艺术呢 不过是被玩罢了 任何艺术 都需要长久的积淀 可大家现在 都想赶快成为艺术家 好早一点赚钱赚名声 正是这样 才给了片子可乘之机 我觉得自己 不太适合这么复杂的圈子 还是尽早凑够路费回家吧